天使和人的物 上主還創造了一種叫做Gene Gene 意思是我們很多時候叫做精靈 他們是禁止天使的人 侮辱生人 但是他們有自由意志的 像人一樣可以選擇順從上主 背叛上主 有一些Gene 就是背叛上主 而被稱為Iblis 阿拉伯是Iblis 或者Shaytan 聖誕或者以讀禮詩 聖經就叫做惡魔 聖誕或者Lucifer 魔王之類的 這些都是背叛上主的Gene 日後有些人可以再討論 另一個比較接近的地方就是 古蘭經和聖經都有講到 阿當人類的第一 創造第一個的人 阿當受命就要他指著不要吃一棵樹的果實 當然那個細節就有很多不同的地方 可以透過我們再研究 即是說他們受到一個誘惑 在Islam就相信 夏娃是沒有被譴責 不是特別被譴責的 不像聖經地說 夏娃就是因為 甚至一些神學家就說 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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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不知道因為你破壞了這個人 本來人是清白的 就是因為夏娃被禁過給當聖的 在他的聖經上 所以就說夏娃被譴責 在關聖經就不是的 就是他們兩個都犯錯 兩個一層受罰 就沒有特別把夏娃 譴責被譴責的那些夏娃 把罪過 罪渣 全傳傳推到夏娃那裡 關聖經說 阿當夫夫兩個都犯了罪 兩個都已經懺悔 所以也獲得上主的寬恕 關聖經就沒有說 夏娃把禁過給阿當聖的 也沒有說 女性因為背叛上主被懲罰 所以就要誠心欲知乎 或者愈是知乎 這個就是在伊斯蘭道 關聖經就沒有這樣說法 特別說到他們兩個夫婦 犯了罪之後就懺悔 神主就寬恕了他們 阿當夫婦就得到自仁支持的主的聖經 他們的罪過 所以在伊斯蘭的觀點就說 人天生就是清白的 人出生的時候就是純潔無暇的 並且因爲我們的本性是純從上主的 這個就是伊斯蘭一個很重要的一個節落的一個基礎 人本身就是純潔 來到這個世界就是沒有罪的 有罪的都是偶天的環境的影響 所以每個人只是對自己的行為和責任 就不會說天生出來就有原罪 伊斯蘭就不接受這種窮法的 而且就說人的生活的目的 人來這個世界是一個試驗 所以這個世界是一個試驗場 所以我們今天所做的一切 就會將來影響到我們審判的日後的命運 所以今天只要一切尚存 我們都還要努力去監運 而上主給我們在這個地方生活了一段期間 祂給我們有自由來選擇行事或者作惡 順從上主或者背契上主 當人死了之後就將會被復活 盡量審訊 所以我們相信人死了之後 我們的肉身就會腐朽 但是我們的靈魂將會由天使 帶來去到一個地方等候 到了這個世界完全毀壞的時候 上主就會再使我 而每個人再復生 而盡量審問 我們今天所做過的一切 就是作為將來的程度的證供 有些人就今天 只要你請到一個優錢 請到一個聰明的律師 今集的曲都咬得正 將來的審判的判官不是誰 而是創造遇上白文的主宰 當時的證據就是我們的瘦瘦腳 我們所做過的一切 他們都會簡白招供 我們就無法抵賴 亦都沒有律師可以請 到時的話 我們只可以等候這個審判 有些人就說 哎呀 糟了 我做了這麼多壞事怎麼辦 我失落地獄了 但是 亦都不會有疑惡 在那個人的經濟 他說 真主是自仁自自的主宰 那是舒服的主宰 他是舒服的主宰 他喜歡那些人犯錯之後 誠真地去憚悔 他說他喜歡那些人犯的錯誤之後懺悔 他說他不單止將他可以一筆勾銷 並且可以將那個錯誤變成一個功 只要我們誠心懺悔 第一人不需要透過其他第三者作為媒介 或者是神師 教掌 牧師之類 或者阿拉伯名叫阿兇 總之就是透過那些人替我們去求情 Islam不需要的 真主是無所不知的 所以你向他祈求 他就知道了 所以我們不需要透過任何的媒介 只要我們直接向他祈求 以及只要人一釋上傳 還有機會 所以沒有人可以說 哎呀 我正在下地獄了 只要我們未死的時候 我們還會有機會懺悔 而我們肯誠心懺悔的話 真主答應一定會接受 所以人是有希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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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他接受真主 或者自大公務的行惡的人 將來他們的命運是很淒慘的 這些畫質片每一章都可以是一堂的 我們在第二一部 走馬漢花來 立一立 讓大家瞄一瞄 日後我們可以詳細地去跟隨 這個就是 我們要下一個過程才講 要講耶穌基督 在環境中 耶穌基督也都 一心相信 是同精馬利亞所生 他是同精受人而產子的 也都講到耶穌是自愈麻風病 洗到麻顏的人能夠看得見 令到死人能夠復活 也都講到耶穌會再重臨 在十五日之前耶穌會再重臨 並且會戰勝危基督 日後如果大家在這方面有興趣的話 這個是很有趣的課題 是一個人來的 這個 穆克密德 他在第三節會說 穆克密德就是一個人 他的名字 穆克密基督是受贊重的意思 他是上誅馬來的使者之人 他不是珍珠的意思 而我們信伊斯蘭教的人 穆斯林不會拜他 他極拜上主 我們也極拜上主 穆克密德是為全人類 帶來的最後一個使者 就是穆克密德之後 再不會有使者 掉到十半天之後再不會有使者 這個就是主要的觀念 在穆克密德在生的時候 他很強調 要人不要畫他的肖像 他很擔心 日後如果有人不畫他的肖像 日後他去世之後 那些人就把這些肖像 好像以前的使者那樣 是對他作為一種崇拜的目標 所以他禁止我們畫他的肖像 因此的話 如果我們看到的 整個新聞裡看到 有些人在一些書盤 或者在一些遊戲裡 畫個樣子出來 這個就不敢畫得這樣 那時候呢 全世界牧師林都起立反對了 這個是不敢接受的一個做法 那個目的就是 不想那些人日後將他神法 另外呢 古蘭經呢 有些東西詳細講的 簡單的就是 古蘭經的聯文呢 就是阿拉伯文 古蘭經的阿拉伯文 古蘭經的阿拉伯文字呢 是在原讀或者讀中讀記者 古蘭經的字 其實它的字是從一個 一個正確的字 大家讀的那個概念 那就是 古蘭經被啟示之後 紀錄了文字經之後呢 到現在呢 完全是一字不易保留著的 那我們日後呢 有一兩堂呢 特別講古蘭經 怎樣啟示呢 怎樣誠書呢 我們為什麼還會相信 古蘭經真是 不是人寫的呢 這個日後大家可以註意 到現在來說呢 還有就是 全世界呢 有上千上萬的人呢 是可以將這個 古蘭經的原文 阿拉伯的原文呢 從頭到尾 從第一章到第114章 是全背 完全背了 這個呢 就是其中一種的學問 有些人呢 就是花幾年的時間 將古蘭經 由頭到尾來背 那日後我們有機會 可以帶大家上去 這個樓上呢 就是有一間 我們叫做古蘭經學校 那其實就是 一些小朋友也好 成年也好 就是 在那裏呢 就學 讀古蘭經 那有些人呢 就學 怎樣背 那有 部份的人呢 是可以將 古蘭經的全本 或者大部份的背中 那這個呢 那這個呢 就是 有些人說 是不可思議的 整本書由頭 第一個字幕 一直背到最後 那呢 這個是一種的學問 那這個證明呢 就是說 全世界所有的人 所用的古蘭經的原文 阿拉伯文經 古蘭經呢 是完全一致的 不然的話 你背的 我背的 我背的 為什麼這樣呢 不是我背的 就有人咬了 但是呢 全世界所背的古蘭經 當然是唐人的 一致不認的 那我們剛才講到 就是說呢 這個的 古蘭經裡面所講的 伊斯蘭和基督教 猶太教的關係的話呢 兩個的一神宗教呢 這個是從 古蘭經的章節裡面 它的立場是這麼說的 那可能呢 就是 這個變成伊斯蘭的角度體 那或者 如果有一些朋友 是基督徒 或者有一些教徒呢 可能他們 未必同意我們的觀念 所以我們剛才所講述的是 古蘭經的立場 有些人說 剛才我們問到 就是 古蘭經 這個伊斯蘭教 是 武漢密的重立 那我們就說 不同意 為什麼不同意啊 那我們相信呢 就是 伊斯蘭呢 是從古 從第一個人開始 到現在 就有基睿宗教 是嗎 不是從武漢密的開始嗎 我們來看看 是不是 在《古蘭經》的二十一章 它說 在《你》之前 《你》呢 《你》呢 是指誰呢 《你》是指《武漢密德》 因為古蘭經 首先是向 《武漢密德》啟示 要它傳給人的 所以他說 在《你》之前 我派遣過的使者 都是奉我的啟示 就是什麼呢 《除我以外》 全部應受崇拜的 所以你們應該崇拜我 那這裡呢 就是說 《武漢密德》之前呢 尚主都派過使者 啟示同一方的道理的 那天經濟又提寫 他說 在每一個的民族當中呢 《珍珠律》都確實派過使者 就是說 你們應該崇拜珍珠 這個遠離惡魔 就是說 《武漢密德》之前 或者呢 世界上有很多不同的民族 我都曾經派過使者 所以就不只是阿拉伯人 不只是由以色列人 上主派過使者 而是呢 在很多的世界各地的民族當中呢 上主派過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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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42章那裏呢 有很多人說 他 上著眼已經為你們制定政教 就如他命令 魯哈 他所啟示你的 他命令 伊布拉謙 穆薩 以撒的宗教 你們應當謹守政教 不要為政教分門別淚 這個 魯哈 這個就是 魯哈 伊布拉謙 阿拉伯文就是 伊布拉謙 這個就是 魯哈 穆薩 伊撒 他說 這些是什麼人來的 大家可能熟一點 羅雅 阿巴拉罕 摩西 耶穌 就是說 阿拉伯文就證 羅雅叫 魯哈 我們常常叫 魯哈 阿拉伯文 阿拉伯文 叫 伊布拉謙 所以叫 伊布拉謙 摩斯 在阿拉伯文 叫 魯哈 因為 耶穌在阿拉伯文 叫 伊伊撒 所以有不同的名稱 但其實他們所指的是同一個 魯哈 阿拉伯文 叫 魯哈 帶來的宗教 就是羅雅 阿巴拉罕 摩西 耶穌 就是羅雅的宗教 所以 只是在中國來說 我們又叫 回教 或者清真教 天方教 這些都是在中國裏面的 你可以說是這個宗教的一個別名 比如 就是 就是有人 你的花名 某個人 所以他自己有一個名 他就有你的花名 所以這些都是這個 就是一個別名 伊斯蘭教這個字 所以你剛才看到 是有一個的 帶來的宗教的一個精髓 就是順從上主 達至和平 所以伊斯蘭這個字是更加適合的 而且伊斯蘭這個字 是不同任何的地位 民族 人物 有任何關係 所以它是不受時空的限制 而且伊斯蘭這個字是出自 它的經典 古蘭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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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說這個古蘭經 是新真主的啟示 古蘭經 古蘭經 伊斯蘭這個字 就是上主所簡說的 所以我們通常就是 因為伊斯蘭這個字 更加適合 所以其實 我們要講的 實際上可以很多 伊斯蘭不僅是一個信仰 只是信上主去創造我們 伊斯蘭其實是包括了 我們的生活的一切 所以我們可以跟他們說 伊斯蘭是一套完整的生活方式 它包括了 講到我們個人的生活 我們人和上主的關係 人際的關係 人與人的關係 所以我們叫做道德倫理 包括我們怎麼去管理我們群體 政治 社會 經濟 軍事 所以我們要做道德倫理 伊斯蘭是愛好和平的宗教 但是 有時候 有需要的時候 可能也都要有戰爭 在歷史上有人也有戰爭 如果要戰爭的時候 我們要打仗的時候 有沒有一些規矩呢 伊斯蘭是對那些行軍的人 有一個很嚴格的規定 有他們的軍旗 以後呢 我們可以詳細去講 我們在完結之前 很簡單的一操的規矩 在伊斯蘭教的最近的發展 如果是2005年的時候 大概有些機構就分析了 伊斯蘭教大概是佔全球的 大概是五分一人左右 其他的有耶穌教 耶穌也包括了基督教 天主教 東正教等等 有興都教 Hinduism 也有佛教 中國的傳統宗教 和一些土著的信仰等等 也就是有些沒有信仰的人 如果你看到其他不同的 一些統計數字 就會得出一些數字 我都要用來比較一下 就是1934年的數字 1983年的數字 如果這樣來計 那個增長 就是在這49年來講 那個增長率就是 基督徒大約增長了一半 佛教徒增長了六成 而伊斯蘭教的數字 而伊斯蘭教的數字 是增長了二百多個巴仙 大概就是每年的增長率 就是1.2個巴仙 左右 如果你用另外一些的數字 我順便順手拿到它 是這兩年 然後拿這兩年 距離是71年 來到看的時候 數字有些不同 這裏得出來的 就是每年的增長率 是2.4左右 那我講的是 伊斯蘭教已經成為 今天世界 增長率最快的中間 那首先我就是 進了這幾個題目 跟大家很粗略地 介紹這個伊斯蘭教 我們希望在下一次 大家可以進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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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這個網站 伊斯蘭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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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你看一下 那個 最後一個slide 那裏就是伊斯蘭教授的網址了 那你拉下來一點點 如果呢 可以幫我按一下嗎 可能是個resolution 可以看嗎 可以看到隔壁那一張 最後一個colon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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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呢 就是 你拉下去 Sorry 就是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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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你 你 去 那個 我們 現在 伊斯蘭初戒道徒就是